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台北股市今天企图很明显 要来挑战站回月线 虽然说并没有顺利的攻克到了月线的关卡 可是尾盘的时候台积电又急拉了 也带动指数是由黑翻红 让今天早盘被中国限电危机给干扰的台北股市出现了转机吗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台股上个礼拜在恒大事件之后 又接着限电的冲击 但似乎台股已经炼出了免疫力了 尤其受贿股的涨幅今天是高于受害股的跌幅 那么限电议题这个市场到底该怎么样来解读呢 马上欢迎今天来同学会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欢迎分析师肖又铭老肖好 明君各位同学好 第二位欢迎分析师连前文阿文赛好 明君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第三位欢迎分析师蓝灯耀蓝老师好 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每个礼拜都有新的事情都从中国大陆发出来的 因为中国当局最新实施的是这个能耗双控政策 在电子跟传产族群反映完全是两样情的 我们先看好的方面 书画股因为受惠这个限电停工骤减的关系 市场就看好书就有利于PVC的价格 继续的往上 台剧家族今天涨势非常凌厉 华夏更是攻到了涨停板 那亚剧也上涨超过了半根停板 台剧家族表现也非常的不错 龙头的台剧畅下波段新高 书画股在报价涨加上投信 有在连续买超之下 我们可以继续来积极的做多吗 请教老肖老师的最新看法了 但假如中国的限电政策 让传产捡到枪 可是哦 被迫要停工的电子股到底该怎么办呢 尤其是PCB族群限电地区的产能比重都比较高 是不是需要减码呢 但是阿文萨有另外一番的解读 他认为说假设限电令 中国大陆再延长的话 有隐藏概念股有机会社会的 另外第三代半导体也总是出现不一致的情形了 汗累继续创高 可是为什么合金走弱了呢 就仔细一看 哇 投信转卖合金了 要小心吗 如果说想做第三代半导体 不想被短线的筹码干扰的话 那么这个族群还要哪一些个股可以来挖宝呢 继续追问阿文萨的最新解读咯 一直帮同学们追踪传产的蓝老师 今天又准备了非常多的题目 当然第一个是中国的现产力多 让这个塑化造纸狂飙 另外原物料族群到底到底该怎么关注呢 问一下蓝老师的最新解读了 只是油料行情的后续补涨空间有多大呢 就要看大户的筹码了 今天老师准备了大户上个礼拜 有没有敲敲布局的迹象 帮大家好好的来追踪 而同性作战倒数四天了 月底要到了 今天有一些股票呢 好像看到资金开始落跑的迹象 可是还有哪一些标的在月底 还有细唱呢 广华锁定武器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来五七股市同学会 台北股市今天礼拜一 周末就被这个中国大陆限电令给干扰 很担心我们在江苏 昆山是台商的大本营 好多的电子公司都在那边 这冲击会有多大呢 今天台北股市 似乎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了 看起来因为呢 有人受害 有人受贿就抵消啦 今天台北股市在平盘附近震荡 但尾盘的时候拉了起来 靠的是台积电 今天尾盘拉了59点 量是爆出194亿元 今天中厂台股市收涨53点 收在17313 今天盘中一度要来挑战月线的关卡 很可惜呢 是功败垂成的 成交量是2906亿元 开始有增温的迹象了 从正负贡献点数来观察 今天台积电尾盘拉了7块钱 贡献大盘就占了33点 联发科表现也很不错 说是跟超微有推出了最新的晶片 股价是收最高也收复了缺口了 另外就是老肖老师提醒大家 要关注的塑化族群 台塑大涨台塑化也是上扬的 但负贡献点数方面要看到 航运股又有点软掉了 而富邦梅没有收费到五倍券的题材 因为他的大股东卖股 今天被打到了跌停板 那老肖老师我们先从K线形带 来观察好咯 台北股市在上个礼拜 历经了恒大的利空恒扫之后 用两天就恢复元气 补了缺口之后 今天居然没有受到这个限电的干扰 又说了一根红K棒怎么解读呢 整理上我们大致上把这个区块 你就简单地观察好 首先你把时间回到上周 上周在这个恒大事件 造成一个实体黑K 它的前一天是一个变盘石之星 然后出现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 紧接而来是一个长黑贯穿格局 这一天是礼拜几 这一天是礼拜三 对 我记得放假回来 对 因为刚好是个周的大结算 结束的结算 所以代表说这一周是走弱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新的一周 星期四 星期五 今天是礼拜一 所以它整理上告诉我们 这里到礼拜三台北股市 这一周是看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好 那虽然这一次有所谓的限电 那包括总量管制 以及强度的射线 那我们的看法这一次上市柜公司 那有做过公告 就是说没有错 未来这五天是停工的 可是他们的做法就是 进入十月之后会加紧赶班 把九月份劝的全部补回来 所以整体上我们的看法 心理层面的冲击 实质的影响应该不见得会发生 所以我们来看国际股市的部分 首先我们如果去看国际股市 这个时间点是上个月跟这个月 所谓的商品之间的一个交换 这里原本有一个缺口 你把它缺口回补之后 就是还原 还原之后我们来看 这次最大 这是VIX波动率指数 波动率指数往上涨 国际股市会跌 向下跌 国际股市肯定会涨 所以我们来看 在九月二十号爆出最大交易 价格是不是来到相对的最高档 对 那时候就是恒大事件 对 就恒大事件 所以它告诉你高档爆量 提防要跌 这个跌防守在23.3 走不住23.3 然后接下来我们一直看到现在 现在来到19.8 所以你往前做回顾 波动率指数叫破底 波动率指数破底 它理论上在告诉我们 提防国际股市会再创新高点 所以整体上台股市走得比较正向 回顾头我们看今天的台北股市 你会发现到今天台北股市 从开盘后一直到收盘 几乎它的低档就落在17.249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 不会动 他就守249 那最主要就在于 我们去算这一波的最高点到最低点 17.633这一次的下来 你会得出主要的防守在17.235 守住235它在告诉我们 这个礼拜会一直走多方 这个多方会渴望持续一直到周三 再来台股今天短线在249 最大交易量发生在早上的9.05分 也就是说开盘量最大 交易量会递减 递减过程等第一根最大量 今天是在9.05分 9.05分的价格在17.249 结果全定后就都守在249 最后一盘台积电带动 整个指数往上做攻坚 所以整体上台股 上半周我们的看法 还是很正向乐观的 好 老肖老师对上半周的看法 正向乐观 就是因为上个礼拜 老肖老师已经算出了 台北股是短线的防守点 就是17.235 今天全场都撑在这个指数之上 外加其实今天有这么大的利空干扰 台北股是居然没跌还涨 所以大家可以抱得 比较乐观的心态了 电子股当然有一些PCB族群 今天是被扫到了台风尾 但是有人受害 有人受惠 受惠的是谁 就是塑化族群 可是老肖老师我想问 当然我们知道 国际油价最近一直在狂飙 不然它原油最新来到了 三年新高 波段涨了21% 加上中国的能耗双控 让台肃集团说力大于弊 因为能耗双控 使得当地很多的石化产能 就被迫没有电 就只能减产啦 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 反而有利于PVC EVPEPP等大涨 台数台美都有产能 可以来受惠 那老肖老师我想问 塑化股最近涨得很凶 已经不能再说 他们是塑胶做的啦 表现非常的好 我从筹码来看喔 投信台数十二连买 好 台具部分投信六连买 亚具部分的台二 投信是由卖转买喔 那这些个股 有没有机会也有可能会成为 投信最近作账的标的 它可以做到哪里去的 对 整体上我们来看到 这一次的所谓的油价的上涨 就是说今年以来 涨幅大约落在60% 就是说原油价格 大概涨了60个百分点 可是我们去看这一波 在原物料价格里面 涨幅最彪悍的是落在PVC 好 您去看PVC的价格 PVC从620块 从去年的2020年的4月18号 当时每吨报价620美元 到目前最新报价在1千4 这涨幅远远超过一倍 那这个一倍呢 其实它是一直维持在这个高档 而不是大幅度在这边做破洞 所以整体上你可笃定的 所有的硕化相关的 除了SM之外 我们预期在今年的第四季 肯定有能力交出 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单 所以这个涨幅不只是说 第三季末开始发动了 到第四季老师认为这个题材 会持续地往上走嘛 对不对 那我们从这个老肖老师 喜欢告诉大家 比较一个族群的位阶 就是看这个类鼓的排行榜 目前塑化族群 似乎有一点点 后来居上的味道 整体上我们来看 第一个我们讲过比对分层 固定比对跟特定比对 固定比对就是举例 我每年的元旦 当作一个基准点 大家放在同一个点 那一直观察到目前的变化 另外一个叫特定比对 我们抓出特定的关键点 也就是说重大议题 或主要的一些新闻世界 举例台北股是这一次最高 叫18034 那18034到目前为止 加权指数上位 站回18034 所以我们拿这个18034 当作基准点 把台股各大类股 放在一起做观察 观察到目前为止 商品指数在加权之上 我们叫超越大盘 加权指数之下 叫做落后大盘 所以去观察哪些是强势股 你一看很明显 第一名叫百货族群 那我们现在一想 难怪就是五倍券 所以它已经 其实已经早就告诉你 我准备要发动了 第二名叫塑化 第三名是食品 所以我们来看 分别是百化 硕化 食品 那至于电子股 是跟大盘是打平的 那航运钢铁 稍微有点偏弱 所以整体上 您可以把接下来 这一段期间 哪些类股族群 是比较重要的标的 你大概就一五一十就清楚了 但我这样看才老习老师 这答案就很明显 一个就百货 一个就塑化 那百货 大概是搭着这五倍券题材 十月份要开始起跑了 等一下老习老师 也会告诉大家 哪一些个股可以留意 那我先问塑化 塑化股最近人气 真的非常的旺 老习老师 我们在节目当中 也是很早就跟大家提醒 可以留意塑化股 后续的走向 而今天的小老师 上礼拜用这个得分 来告诉大家说 如果说已经得三分了 它不能够退步 不然要小心 那哪一些个股呢 目前还有进步的空间 那整体上 最主要就是说 如果有拿到三分的 当然是不是很好 它告诉你 我股价走得很强 对 可是很强的个股不能扣分 它不能三分变成两分 那代表它已经走弱 你就小心 举例 第一个 现行是不是一个多方排列 这叫一 一就是加一分 第二个 一定要有融资 融资一定要成长 没有融资 不叫做多头的股票 好 要有融资 第三个 外资有没有站在买方 有 三个都有 它告诉你 我叫做满积分 满积分的个股 那你就极为正向乐观做观察 万一在未来从三分变两分 那你就要小心 你说满积分的不能下降 我们再看另外一档 1308的亚聚 这个也是老师提醒 它的这个盈利率很高 对 也是拿到满积分 好 我们再看没有拿到满分的 但是可以 有机会拿到满积分 对 有机会 这个叫台聚 第一个台聚 在整个K线形态多方排列 第二个在外资 这也是标准 唯一没有拿到分数的是在融资 所以如果有机会 融资再上来 我们的看法 台聚欲小不易 那可有机会拿到满分三分 那么底下是滑下 肩涨平板 对 滑下的部分 只差在外资 还没有明显做进场 那分别是形态是多的 融资有成长 你看融资一成长 股价一定暴涨 对 你主生段一定要有融资 因为没有融资 不会有融卷进来做空 没有融卷做空 就少了一个叫嘎空提债 所以整体上融资 是蛮重要的一个观察 老师 我可以这样问 所以有融资 它代表说聪明的融资 是想要来做波段的 它才会进场买 对 这样子嘛 对不对 这个融资 让市场有适度的融卷 那么股价 渴望走得更为活泼 好 这个是台数集团 还有亚聚集团 台聚集团 在最近这个行情 跟报价持续题材 发酵情况之下 南亚跟亚聚金 出量上宫表态了 就看一下台聚跟华夏 有没有办法后来居上咯 那刚才在类骨排行里面 老肖老师有提到一个族群 那就是最领先的 叫做百货类骨 老肖老师我想问你 你已经绑五倍卷了吗 绑了 对好像这几天 周末大家都在讨论说 到底我是要领实体卷 还是要绑这数位的五倍卷 就往上里面梗图 就说偏头痛 这个脑筋 压力在这一块 血压过高在后脑 压力太大大在这一块 五倍卷怎么用 现在是全民的这个运动 真的想破头了 好 很多人都想说五倍卷 到底是要领实体的 领数位要怎么花 怎么买 还有很多人 故意不买iPhone 13 就是要来的五倍卷 这样比较便宜 五倍卷十月份上路 各线市都在加码 餐饮 百货 观光 电商等等 五倍卷加码 收回股成为市场的焦点 今天网家持续的强攻 这个礼拜以来 已经涨了百分之十了 另外三商 这百货相关类股 也有很多的餐厅 一周以来也涨了百分之七 那唯一留意的是 这个富邦美的部分 它今天是跌停版 为什么呢 其实跟它业绩不好 什么没有关系 是因为它的大股东 南韩的公司呢 上周五申报转让 三千八百张持股 所以呢导致大股东卖股 又赚太多了 所以今天股价 就受到一点点的拖累 但老师 五倍卷概念股 其实我觉得可能股民们 会感受比较深刻 因为我就是碰得到 我就是吃得到 哪些个股您认为呢 也是可以用这个 三个得分的这个标准 来衡量有机会 一样 各位您可以比方说上网 或各大财经媒体 都有做一些 帮我们做一些 个股的搜寻 你就依照 资料上面所搜寻的 不管你从哪个单位 拿来的其实都OK 你就把它列表 列表之后 你一档一档去算它的得分 任何一档个股 如果有拿到三分的 那代表它是一个 现在进行是 持续在走强的 那这些都极度证明 那万一没有拿到分的 不代表不好 你要观察 如果紧接而来 它从零分到变一分两分 其实它告诉你 我的攻击点已经要到了 我举个例子 我们先看三商的部分 第一个在形态的部分 是拿到一分 外资的部分也拿到一分 唯一的差异在于融资 还有出现 那么三商最主要 今年上半年 每股盈利就一块八 很恐怖 这很重要 对 一块八 加上今年 上半年而已 对 一块八 那再来在第四季 它三商有一个叫美联社 以及三商加购 那这个部分呢 有挂牌的一些利益 所以你发现到 哇 股价走得非常强 一旦整个融资出来 我们觉得 有机会拿到满七分 再来大家耳熟能详的统一超 很多人去这边 绑那个iPhone5倍券 统一超的部分呢 外资拿到一分 理论上 理论上 形态应该要算一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除息应该要回补 如果回补后是算一分 那么纵使没有回补 目前形态没有拿到分 融资尚未出现 但是已经先持得点拿到一分 如果再拿 不管是在融资或个股上面 我们觉得拿到两分的几率非常大 但我们看食品股 食品股应该是全面性都加分 以普风为例 形态是一分 并且今天出现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 这个缺口不补 整体上整个形态维持多方式 值得期待的 比较可惜的是外资跟融资 上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表态 所以期待它拿到第二分号 我们看网加的部分其实也不错 一周涨10%了 对 其实也不错 这里有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 这个缺口只要不补 我们认为这个形态可以持续维持 拿到分数 紧接而来融资部分有开始赚增长了 这里又拿一分 那观察外资能不能在未来本周 是不是有正式进场 能够拿到第三分 好 老肖老师 今天针对了 最近盘面上非常热得 两个议题 一个就是速化肋股 有一些个股 的确 最近报价是来真的 涨真的了 在筹码能跟技术面 转强的形态 加持之下 渴望持续走出 第四季有一个不错的行情 那就是五倍券 不管是你绑了没 要绑实体还是要绑数位券 最近五倍券的题材 在盘面上也悄悄的发笑 逢低来布局 也许会有还不错的收获 如果说你对手中持股 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参考画面上的大头娃娃 跟老肖老师加格莱 办的持股问题 跟她来请教一下 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聊一下 这个中国的限电危机 今天在盘面上 似乎对大盘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可是的确PCB好多的厂商 都在中国大陆 这些昆山江苏有设厂 这样的利空到底该怎么解读呢 广告回来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来五七股市同学会 今天好多同学都在问说 到底什么是能耗双控 为什么突然会有 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要来探中和 但最近似乎管制力道越来越大 哪一些个股可能要小心 哪一些个股也许有机会呢 澳门塞我快速讲一下 等一下澳门塞会有更清楚的解释 能耗双控是什么 各省比拼立军令状 就是要做给中央看 史无前例 同时控制能源消耗总量跟强度 十四五期间 能耗要降低13.5% 二氧化碳要降低18% 发改委批有九个省没有达标 双控省份从南沿到北都有 中国学者预估 限电对第三指的GDP 冲击达到0.15% 反而就说啦 如果这个再延长的话 可能冲击会更大 元大头顾 永峰金头顾都分析说 江苏限电包含了金像电 台光电 这些软板厂 就是PCB厂 当地产能就超过了四成了 目前停工两天 营收大概影响1.5%到3% 台湾的资科技业 可能营收一共会减掉百亿元 这边有一张CG呢 是今天报我上面整理出来的啦 苏州更困散 真的好多的台商 好多的公司 影响层面怎么样呢 半导体厂商 连电合建日月工都说 是正常的 没问题 面板业正常营运 可是被动元件呢 停产到月底 但今天被动好像没有什么受到影响 股价表现还蛮强势的 零组件 健准康控等等的停到月底 PCB重塞区啦 新兴南店镜像店呢 今天的股价表现就比较弱了喔 代工组装的人保合硕 伪创微星在那边也都有厂区 一样是停产到月底 我想先请问阿文塞 这个能耗双控 怎么他们来就来真的 不怕对中国经济造成反而是反效果吗 对 这时候控制 不仅仅是人员 就是你可能石油 煤炭什么 你要减少去使用13.5% 重点是二氧化碳还是一个标准 因为最重要是二氧化碳排碳量不然太多 更严格的是18 所以双控的话是除了人员以外 强度的部分 二氧化碳的话这个降低的话要更多 第二个重点是说 确实是有影响 这毕竟的话还是一个利空 但是这必要制二 为什么 未来一定是走这个方向 未来一定是结仁解碳 一定是碳中和 这必然要走的一个路 这个影响白亿言 其实去年台湾的上市贵营收是33兆 33兆跟100亿元的话其实是一点点 所以今天为什么说反应的话 其实是个别股 大阪的指数其实还是涨53点 那当然没有错台积电违反 大概7块钱上来是有影响 但是就说整体今天的话 大概就在平板上升有走 也没有真的很弱 就是影响还不是那么多 但是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后续影响的情况会是怎么样 好 那这个是能耗双控冲击 尤其是PCB似乎是影响反应最大的一块 阿文赛可以解释一下 我们发改会点名九省耗能 不降反升 这边阿文赛整理出来 这个汉宇波 相苏省的产能力高达90% 那是不是要吓死了 那就是青海 临下 广西 广东 福建 新疆 云南 陕西跟江苏 它影响比较大的 一般我们都注重 我们比较重视的是江苏 广东 或者是像台湾旁边的福建 这三个影响可能是会比较关心 原则上可能4.5天 所以我们说100多亿 就百亿元 都月底而已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 汉宇波德其实今天没什么跌 见底也比较没什么跌 其实跌幅比较重的话 反而是最近比较长比较多了 像连茂 因为它最近长很多 所以相对有利工来的时候 大家多杀多曼亚就稍微比较重 南电的话MAR要稍微比较重 所以其他的股票的话 像电影这些都会有跌 但是原则上就是 可以发现一开盘好像影响不是那么大 但重点是涨多的股票 它的砂板力道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阿文在意思就是说 PCB可能包含了 如果最近股价位阶相对低 在盘面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冲击 那今天跌得比较重的 包含了连茂 南电或金箱电要好了 主要是因为最近股价也涨多了 就借这个题材 可能就有人做一些获利了解 就在那些后面有些变数 所以可能是不用太过负面的解读 但是阿文在意间有另外一个故事 要告诉大家 现在感觉大陆就是要来节能减碳 似乎这是必要之二 也是势在必行的 那如果说这个政策不是一天两天 而是会延续下去的话 有没有什么隐藏版的概念国企 大家可以来注意 对 现在就分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的话 如果假设这个煤炭的价格 没有再涨了 跌下来的 可能这段时间的负面影响 就会停止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中俄交二 对 他就不买澳洲的煤 跟澳洲的话就是交二 所以原则上这个不买他的煤 所以煤的价格就涨 所以他就没有煤矿 没有煤矿他就没有电力 没有电力的话他就是限电 如果耳后可能关系比较好了 有进口澳洲的一个煤炭 那煤炭的价格下跌了 那可能限电就会停止 就不会那么多了 所以原则上这个煤炭的价格 对耳后是否限电的话 很有关系 但目前还是涨 但是未来趋势一定走这个模式 那就是百分之百无人关燈工厂 不管涨不涨 就是要来做简单减碳 也就是说都没人 都没人 都没人 找没人 大家都找没人 但是有在工作 这是法式抗 看起来是 而且关灯 晚上说 整个晚上说 大概基本的灯有 但是都晚上说 但是有没有在工作 有在工作 还是自动仓储 该做的都有在做 所以未来的话 无论如何耳后要怎么样的话 都会走这个方向 就是百分之百无人关燈工厂 就是碳中和未来一个趋势 所以这个的概念股的话 反而是这一波这个利空之下 另外一个兴起的一个体材 好 百分之百的无人关燈工厂 我们现在要叫大家关注的是 这一档2464的蒙力 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也是 从这个台积电 对 上个礼拜我有讲就是说 它的半导体论坛 对 台积电它说它的秘密5G 就是说它今天为什么 别人的3DIC是一台车子的速度 我的3DIC叫SOIC 为什么是一个飞机的速度 就是因为我一个秘密5G叫AMHS 就是一个仓储的一个管理系统 这个仓储的管理系统 每天移动的距离的话 可以绕地球怎样20圈 就是这个东西让台积电能够 有这么好的一个效用出来 所以这个仓储的设备的话 是很重要 这就符合百分之百的 无人关燈工厂的一个所谓的体材 也就是说都关燈了 哪里都没人 大家继续在工作 未然会走这个趋势 所以这个蒙力的话 它是这个概念股 这个所谓的仓储自动化的 这个搬運设备的话 台积电本来是日商 但是被蒙力抢下来 所以就是全部都包走了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重点的话 就是原则上这一次 当然有利空股 但这一次无论如何 未来的趋势 一定是往这一方面在走 所以相对也有一些利多股 所以原则上可以发现 它今天的股价的话 表现稍微比较稳定一点 我们还是跟过去报告 就是40到46块 先做这个方面的区间操作 好 这个是包含台积电的 晶圆仓储自动化搬運系统的 受惠股之外 也搭上了 最近大陆在限电 看起来未来 这个自动化无人工厂的趋势 只会越来越明显 也就是全世界趋势没有办法 另外想请教 我们再来是这个 第三代半导体的题材 我们刚才讲到台积电 在SAMI的时候 是发表了蛮重大的言论 那其实鸿海也在SAMI 之前有合作论坛 也讲了他们对于 最新化核物半导体的 一些解读跟看法 主要是要来打造 这个半导体的生态系 鸿海刘洋伟提出了两大关键 但我想先从股价来问阿文塞 我们都知道 第三代半导体就是未来的趋势 但我们从股价来看 3707的汉 今天股价持续的创高 也是搭上这个题材 可是6182的合金 股价就比较弱了 我看一下筹码 一个头信还在买 一个头信卖了 而且合金上礼拜五 头信是卖了1000多张 那想问一下 现在头信对于 第三代半导体的操作不同调 到底该怎么样来 对 因为这个东西实在太重要了 你想想看 这个未来台湾 要另外一波的一个上涨的话 沿着上涨的话 就是要打造电动车 因为电动车现在是 200万台 300万台 但是可能过几年就2300万台 这个车子的一个速度很快 所以这个电动车是未来整个台湾 经济要更大成长很重要关键 另外就是这一次台湾的半导体 最重要在细机的部分 就是用细来做的半导体的话 很成功 但是下一波就是要用所谓的汤花架 不 淡花架或是汤花细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你想想看 一个60颗的汤花细 一台车要用60颗 但一个6寸人做了只有500颗 你想想看的话 它要多少个一个所谓的第三代半导体 但是大陆现在比我们更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赶快 因为我们的人员不足 人才不足很严重 所以这个会议就是告诉我们 就是说这个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是台湾另外一个起飞的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你可以发现它的富豪成长力 从2020年到2026年的话 是成长25.9 以淡花架为例的话 你看2021年的话是0.83 2025年的话是8.6 这成长率是78个不少 所以这个大成长我们一定要吃 但是国外在分析这个报告的时候 在台湾它认为就是说 包括汉磊 加金或是太极 这些股票 他们现在才刚小的那样的生产 对 因为都一沾到题材说 所以他们是属于那种 想像空间 但实际上还没有真正的获利 所以他们的报告 大部分都写一档股票叫合金 就是认为合金会比较实质受贿 要实质受贿 但是合金最近就是有点在卖了 所以有一点压力的 但是其他的像汉磊 或是所谓家金或是太极 是有这个概念 但是他们比较没有实质的受贿 为什么 还没赚到钱 对 还没有赚到钱 还在开发一个阶段 反而是有一种类型的股票的话 它反而是数位最多 为什么 因为大陆现在蓬勃在发展 订单都已经向它下订单了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像这个叫以红缸为例 好 老师 要是干什么的 那为什么会讲这个红缸呢 因为那个蓝灯他也有讲红缸 是红缸跟这个红缸 名字一样 听起来印一样再不一样 对… 因为第三大帕颁材料的话 他已经获得1000家的采用 就是说有1000家在发展 第三大帕颁材料 我做错的东西 我要问红缸就说 我的东西是好还是不不 只有给他做检测就对了 对 检测 他做什么检测 所以不管好或话就要找他 对 他做材料分析 做故障分析 做可靠性的分析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大家都要找他 所以现在已经有1000家找他了 所以他是第三大帕颁材料 真正的实质受费 去年获利7块多 今年获利11块6块 多了4块减出 就是定单一直来 所以所谓的第三大帕颁材料 现在台湾真实质受费的话 是反而是可靠性分析 要检测分析 但是目前他的股价的话 是比较弱势 下一波的一个压力区的话 大概150到160 首先要面临这个压力区 好 面临压力区的 有机会突破的话 加上客户一直在采用 而且不管是 有没有获得认证 或是还在开发阶段的 第三代办法典厂上 都要找他来做检测 所以他是真的有在实质受费 有在探极 那老师想问一下 讲到压力的部分 我们已经讲了 两个礼拜的Type-C的族群 当然苹果的iPad跟MacBook 是确定已经正式 全部改用Type-C了 监制新消息是说 欧盟以后要强制 所有的手机接口 都要用Type-C USB-C 但这些个股 最近也都涨了上来 涨了一成多了 今天股价有部分受到一些压力 但这个题材 你认为第四季还可以发酵吗 对 沿着你可以发现 欧洲这样做更加速 所以未来苹果Literin 还有所谓Micro-USB 还有Type-C 不是只有苹果还没有统一 另外还有一些Micro-USB 都要一起变成它了 所以欧洲这样一讲的话 全部都要统一了 会加速统一 其实它速度会更快 所以它的一个成长力的话会更高 所以我觉得Type-C的概念股的话 还是要持续去做观察 还是要观察 集团个股看一下 老师 它的位阶算比较低 我觉得预算的话 因为股价比较低 所以它今天其实在盘中 其实还是蛮强的 所以它慢慢去 这就是一支插一点 一拨一拨 慢慢去 慢慢去 这个比较不会怕 对 因为它是最早获得USB 4.0的认证 而且它的子公司的线材的话 苹果应该有的认证 而且最近的买单非常强 这个投讯外资买超非常强 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 是一个胜身架构 50块的时候先挑战 那44块跌破的时候要是挺一点 50块挑战成功吗 是会赞前高3.7 就有继续突破 但44块如果跌破的时候的话 先跑一趟 好 那比较高价股的这个 是艾普持续型号 我想今天艾普继续涨 因为我们认为 有些讲的题材 它还是持续在发酵 一直整的先锋制成 上次我们讲说 如果它差不多700块的话 它是一个公间架构 现在已经到800了 才讲就是说700块突破 可以最多公间架构 马上800就100块就到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三大反而还是做一个买超越工作 那因为它的业绩的话 这个人工智慧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物联网的话 成长率很高 2020年是27亿 2023年是93亿 成长率很高 所以突破 下一波如果突破794块 等于相形由600块 到800块的区间的话 变成800到900 所以原则是这个一突破的话 可以继续往上攻击 所以原则是 一直整的先锋风砖的话 仍然是我们注意的焦点 好 以上是阿文赛 今天讲得非常丰富的 包含了从这个大陆的限电政策 提到其实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是一个短空长多题材之外 也针对了第三代半导体油 还有限电的隐藏概念股 还有帮大家追踪了这个 IC设计族群当中 一直整合先锋风砖题材 爱普后续的规划跟分析了 如果说你对操作手中的 电子族群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参考画面上的大头娃娃 跟阿文赛加个赖版的 齿鼓问题跟他来请教一下 广怀我们来续续围绕着 这个中国的限电题材 今天在电子鼓当中 其实重伤力道不是很大 反而让传传鼓给捡到枪了 哇 素化大涨了 纸类也大涨了 传传族群后续该怎么样来介入呢 广怀锁定武器鼓师同学会 欢迎回来武器股市同学会 这个大陆的能耗双控 对电子鼓PCB族群 有一点点的影响冲击 不用太过担心 反倒是哇 怎么传产股 今天全部捡到枪了呢 中国能耗双控 传产原物料居然涨起来了 包含造纸 九龙纸业 李文造纸 寒涨原值价格 水泥部分呢 九月份已经涨了两三次了 平均涨幅也超过一成 钢铁股七个钢厂上调 钢材出厂价30到150元每顿 统一投顾的李方国是说啦 能耗双控勒紧裤带 世界工厂断电打乱了全球的供应链 强量因素的关系呢 原物料族群短线收回很大哦 第二个是呢 国内的五倍券内需股 还有台积电概念股呢 根本不会受到这个能耗双控的影响啦 要留意台商九月份到十月份的营收 停电时间越长变数越大 目前只有停电到大概九月底为止 可是在盘面上面呢 已经开始做发酵了 老师我想先问一下 为什么中国的限电令 反而助攻了我们的传产股呢 其实坦白讲 这就是一个你的成本 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你将来能够卖的价格 是越来越高了嘛 因为它有一个限电令的关系 所以它未来的这个相关的报价 都开始变高了 那成本是一样的 可是我未来能够卖的价格是高 那我的利润当然就变大 所以它未来能够获利 当然就会变好 好 老师今天呢 等一下会针对包含了树化 还有这个造子类估 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但我今天想帮同学们 继续追踪航运股的部分 好 货柜三雄呢 第四季不但获利再充高 因为呢 这个上海的运价指数 又在涨了 连续二十个礼拜上涨 达到四千六百四十三点 我记得这个数字 老师你上礼拜讲说 如果啊 运价指数来到四千六百以上的话 代表明年我们的航运三雄 目前是没有改变的 全球三港数字创新高 比之前增加了五成 附加费持续增高 推升货柜三雄的获利 预估下半年 税前获利会比上半年 翻倍挑战四千亿元 上周老师你说 我们货柜三雄出现了 关键K了 我要今天怎么又有点表现 还是说不用担心 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呢 其实坦白说 真的不用想太多 因为 其实不管是长龙 阳明 跟万海 其实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有出现一个关键K嘛 在今天礼拜一的时候 其实坦白讲 他们都有创高 虽然说他的创高之后 稍微有一点点说小黑K 那可能是因为被这个大盘 跟这个对岸的限电力 给干扰到 但问题是他们没有跌破 上个礼拜五的低点 其实他都是一个向上的趋势 没有改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如果一档个股 他未来能够上涨的话 最重要当然还是要看 他的筹码面嘛 对 所以不管是 长龙 阳明 跟万海 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 就帮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来追踪筹码的部分 大户有没有马埃 好 一样你看 像长龙这档的个股 其实三档个股都是一样 暴涨之后 它就是暴跌嘛 对不对 其实在前两个月的时候 它都是非常非常的凶猛的 但问题是你看 暴涨之后的暴跌 如果它是一个空方的股票 它应该是这样上去下来 做一个非常强的反弹之后 它会再破底 再杀下来 对 但问题是你看 它有破底吗 没有 完全没有破底 你看不管是长龙 它几乎从这个沙下来之后 就是走一直线的 阳明它也是走一直线的 在万海的部分 它也是走一直线的 并且在万海部分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脚在这边 也就是只要 这两个股票被打下来 它立刻就手脚 也就是其实在这个地方 都有人在撑它 就代表其实不管大盘 它怎么在 它跌到这个地方 基本上就不太会跌了 然后我们从这个 持股超过800张来看 就会知道说 其实在前一阵子 真的是卖的还蛮多的 这边 对 这一档个股是长龙 前一阵子其实都卖蛮多 但是到了近期的时候 其实他们已经不太卖了 也就是他们觉得说 虽然说它今年赚很多 但其实这档个股 它也涨很多 但涨很多的时候 整个市场可能就会想说 明年它是不是有可能 会赚那么多 所以它 如果说它没有办法赚那么多 当然它就会回 会整理 会回档 但是坦白讲 他们觉得应该也没有那么大的 不用那么悲观 好 这个是长龙的部分 那阳明跟万海的筹码 形态好像差不多 都差不多 其实在阳明的部分 它也是一样 到了近几个月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都没有再卖了 也就是这一档个股 其实整理到这个地方 我觉得差不多就是整理完了 准备整理完之后 有可能要开始攻了 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 就跟大家讲说 其实这三档个股 都有所谓的关键K出来了 那关键K今天要怎么样 今天一定要创高 有 有 它今天有创高 算是黑K 但是盘中是创高 对 它在盘中的时候是创高 然后你们看 这一档个股它蛮特别的 它是连续1 2 3 这三天它都在创高 从过往你来看的话 从来没有这个样子过 也就是说这一档个股 在今天的时候 它慢慢不一样了 然后我们的内支 它也蛮特别的 长龙从它下跌以来 从来没买过 它几乎都没有买过 到了 延续买 从上个礼拜的时候 到了 到上个礼拜的时候 其实它真正的买盘进来了 所以其实连法 人对我们的长龙的看法 都慢慢的不一样 那我们觉得说 这档个股今天都还有创高 对我们的关键K过来看的话 它也是一个偏多的架构 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就依旧 是一个偏多的看法 好 蓝老师提醒大家 尽管今天货柜三雄 在K线期待 留了一根小小的黑棒 不过呢 今天的跌点没有跌破 上个礼拜五的低点 而且位阶是持续往上 也许大家对货柜三雄 可以抱持比较健康 跟正面的看法了 那再是造子畜群 上周我们才跟同学讲说 造子畜群洗刷刷蛮剧烈的 但今天因为受惠了大陆 现在造子爆价 持续上涨的影响 股价都有非常突出的演出 所以我想问一下 如果一样从大户持股 来观察的话 大户有开始发现 造子类股的好了吗 其实坦白讲不太有 其实坦白讲不太有 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看到了这个子类股 真的还蛮强的 我们也在上个礼拜 有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有分享这个类股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 其实没有那么看好它 对 我记得老师有讲 对 我们那个时候 没有那么看好它 没有那么看好它的原因就是 你看这一张个股是 如果你要看纸 你一定要看到 1905的华智 你看这个超过八百张的人 哇 它的筹码实在是很活泼 你现在买买买买 买买买买买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就是你基本上 吃过超过八百张的 应该是慢慢买 或者是慢慢卖 但是这张个股 实在是太活泼了 所以这会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说这个市场的资金 只有一套的话 在过往 在从去年到今年上班年的时候 这一套资金 就是我们说的老作手的话 他们是把资金 parking在航海的股票身上的话 但是那个是因为航海对他们 那个年代来讲的话 是一个很熟悉的类股 但是除了航海之外 他们还很熟谁 熟子类股 对啊 跟硕化的股票 是 所以如果说将来的 他的筹码这么样的活泼的话 感觉有一点点那个味道出来 所以我们就在观察 所以就老作手 以前喜欢做的族群 跟熟悉的族群 可能就是货柜山雄航海 还有树化跟造子 跟造子类一个 那看起来呢 树化跟货柜山雄的筹码 是比较稳定的 反倒是造子 看起来 大户的这个买卖操 应该说买操的这个动作 并不是很连续 也许可能大家再打个问号 稍微提防一点 是比较安全的 没错 好 短线的题材呢 也许大家不要太过的照进 如果说有好的介入机会呢 蓝老师会跟大家来解说 如果说你对操作 手中持股任何问题的话 插播一下 欢迎参考画面上的大头娃娃 跟蓝老师加个赖 办的持股问题 跟大家来请教一下呢 那我们继续讲一下 这个投信作帐题材好了 老师今天是九月底了嘛 距离九月三十号只剩下 扣到今天只剩下三个交易日 我觉得今天盘面上 我看到有一些个股 投信持股比蛮高的 有被结账 6104的创文 有一点点这个感觉 但有没有一些个股 你说投信近期在买的 应该还没有要结账 可能还会作账到第四季初呢 有的 我们上个礼拜三的时候 就有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有报告或或计计股股票 上个礼拜三 其实坦白讲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 找股票的时候 怎么说呢 因为上个礼拜三的大盘是大跌的 但是如果在上个礼拜三的 这一些的股票 它如果不跌 甚至还上涨的话 甚至我们的法人 都还在买的话 是不是大家很看好它 即便大盘在 可能有状况的时候 他们都不怕 就代表说这一些个股极有可能 就他们这个月要做账的股票 老师 插播一下 所以以后遇到那种大盘 突然急跌的时候 那一天有人不跌的 不跌 反而盘后看 还有人在买的 留意 没有错 会了会了 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 就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有讲过这一档个股 60亿的经验 这个是做保护原件的 对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在那个时候就看到 其实那支在之前的时候 其实坦白讲买很多 想不到我们讲完之后 它买更多 还在买更多 那一样我们在节目里面 跟所有的朋友们讲说 其实当他们没有转卖的时候 都有可能会 把这样的一档个股 一路给做上去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 也跟所有的朋友们讲过 其实这一档个股 它的财报没有那么样的漂亮 对 去年赚6.46 赚6.4 近上半年赚不到4块钱 对 其实坦白讲 跟过往来比的话 是蛮漂亮的 但是跟他们其他的股票来比的话 只要都赚翻天了 真的是赚到翻天 但一样只要他们有买的话 资产个股它就是会涨 它就是会涨 好 那它是创新高了 那一样我们这个 跟阿文莎一样的股票的名称 但是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 我们比较强一点 稍微涨了 人家后来居上 希望它明天也赶快涨 好 那这档个股 你看它的财报就非常非常的漂亮 你看它去年赚7块 有 我记得老师上一拜有讲 对 我上个礼拜就说过了 去年赚7块 可是今年上半年就赚了6块 也就是今年上半年赚了快要跟去年一样多了 然后我们在节目也跟所有的朋友们讲过 当我们的内资财刚开始买的时候 而它的价格都还在相对低档这个地方的时候 坦白讲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机会点 那在上个礼拜三的时候 其实当大阪在大跌的时候 这一档客户它也是不跌 而且投信还买 对 没有错 那这是不是一个讯号 是 所以从上个礼拜三起 每天都在创新高 好 这个是金言跟红康 老师认为投信目前还没有要结账的迹象 所以你的时序还是可以 以比较这个偏多的态度来看待 那两档呢 一样是投信作账的个股 汉磊还有亚聚 这是不同的族群 对 好 那这一档个股它一样 我们在上个礼拜三的时候 你看 在上个礼拜三的时候 当大盆在大跌的时候 它也是不跌 然后我们在节目也跟所有的朋友们讲过 其实它去年财报非常的丑 是赔钱的 然后今年上半年坦白讲也赚不多 但问题是 至少它赚钱 对 它是有亏转赢嘛 所以它的这个未来想象的空间会来得比较大 那一样既然它 它的这个基本面开始转好的时候 而我们的内是坦白讲在这个地方 它就是拼命买 拼命买这一档个股就很有可能会做上去 好 所以就不用想太多 好 这个是树花股的亚聚 好 那这一档个股一样 它的财报就非常非常漂亮 你看 在去年的时候赚1块9 可是今年上半年呢 哇 赚得比去年还要多了 光是今年上半年就赚得比去年还要多了 而除了这一点之外呢 你看 在这个地方它的平台区才刚开始过 对 而我们的内支才在上个礼拜起 才刚开始买而已 才刚开始买 就代表说这一档个股它未来 这个它向上的力道会来得比较强 往上的空间会比较大 对 亚聚这档个股算是树花类股当中 表现最为飘悍的一支 股价是持续的创高 今天是公道的50块钱了 投信呢 像大概9月下旬的时候 才开始转买了 后续的空间呢 还是可以留意 那老师 另外的树花个股 如果说还没有创高的不敢买 还没创高的 你们看到大户进场的迹象 有 那就是这几档的股票 述南亚滑下 对 像南亚这一些比较大的个股 你看像持股超过800张的 这一些就蛮稳的 就是慢慢买 慢慢地买 低于100张的人 它就是慢慢卖 慢慢在卖 所以这一档个股其实坦白讲 它的筹码是越来越漂亮 所以那我觉得 既然这一档个股的架构跟筹码 都是很漂亮 未来当然就还有想象的空间 对 好 第二次南亚 那包括像这两档个股 其实涨得都非常非常像 都是台数集团的 对的分布也都非常非常像 持股超过800张 就是拼命地买 所以在前一波 大家都不敢买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拼命地买 那吉一变在这边又创高了 他们也没有要卖 这两个股老小的时候 都外资人那一马 对 他也是拼命买 那低于100张他就是买 所以筹码也是越来越漂亮 那1305的这一档个股一样 这就稍微比较正当一点点 所以它的这个筹码面的部分来看的话 还没有那么样的漂亮 但是